如果針對那個檔案 你們要傳一下還是什麼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先針對以上四位的部分 先統問統答 那是不是在 因為剛才前面有幾位 鄉親有講到交通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先請交通局能夠先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交通的議題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很嚴肅的科學 交提委員的標準會 沒有超過各位的想像 但是我用一個城市發展的觀點 跟各位溝通一下這個事情 拓寬不是唯一的解法 各位在想像一樣 全世界很擁擠的城市 但是均衡的發展 比如說東京 拓寬不是唯一解法 比如說巴黎 各位在想一個 台北的另外一個城市 台灣的另外一個城市 比如說高雄 或者是中國大陸的另外一個城市 北京 路很寬 交通 一向一向是擁擠的 所以其實這是體制 所以呢 各位在想像一件事情 你知道拓寬代表什麼意思嗎 你看看我們臨近的淡水 每隔幾年拓寬一次 交通好像沒有改進 那個城鎮毀掉了 你知道那代表什麼意思嗎 突然是你要交錢給政府 因為政府幫你拓寬 然後呢 你家被銷到一半 你還要謝謝政府 大部分的拖寬 今天如果發生在這一區的時候 我不認為那是解法 但是交通評估要處理的事情 是相當嚴格的 我們會清楚地面對它 那周圍的願景 再度跟各位聲明以及抱歉 因為我們在很快的時間 是的 這是火柴盒 為什麼呢 它是方盒子 可是我是計算量體用的 因為柯市長特別交代說 怎麼只管市府的這一塊地呢 所以我們那個是倒算回來的 根據容積 它可以有這幾棟房子 可是呢 如果 按著往前推 都市發展局 當然很願意提供一些設計準則 各位 市府在自己的開發 自己主導 絕對要設計準則 可是如果民間開發的時候 那個設計準則 其實是一個建議 如果各位 喜歡是三角形 都市發展局 不應該說是三角形不好 要圓的 所以 再度跟各位講 我今天是一個 基本的建立 但是如果順著這個 開發的時候 市府先啟動 那 民間的推動都更 在跟著來的時候 看到這個環境 我相信 優良的開發者 優良的建築師 自然的會隨著這個 既有的環境 去把它變得 一樣好 所以整個來講 我還是要很快的 把時間還給各位 因為到最後 我們整個在 沒有回答的 我也再回答一次 但是 清楚的說 這是一個設計準則 這個設計準則 是 市府的同仁們 在最快的時候 提供一個初步的想法 今天來做 奇出報告的 奇出報告 今天你可以看到 市府的局處首長 全部在 我們還會再來很多次 那個叫 以示負責 再講一個觀點 一天都不能等 三十年蓋了五萬戶 這是不應該的 城市的成長 一定有代價 這個代價可能就是 你的代價 我的代價 因為在推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會有不舒服的 暫時的工地 可是 你整個台北繞一圈 至少我個人的感覺 叫心有不仁 太多地方要改了 另外 這位朋友提到的 這裡一塊地 那裡一塊地 是的 我剛才為什麼說 目標是五萬戶 目標五萬戶 台北人 走路有風 我們等同德國 等同日本 意思就是說 不只是這一區 我們要十二個行政區 均部的去找地 很可能您剛剛提的 那幾個地 都已經在我另外一個 二十二個推動的都庚 以及公共住宅 已經在找那些地了 所以呢 這個的是一個均勻的均部 我先講到這裡 把時間給各位 謝謝